另外来看到就是自动保护设备异常的内劫又停摆了 昨天早上的11点06分 建南站到南港展览馆站之间 因为了列车的自动保护设备讯号异常 结果造成了列车停摆25分钟 有了上一次呢 让乘客走铁轨的一个月台被骂翻的教训 这一次呢 列车是由驾驶手动开进站 将400名的乘客送回月台 那么至于讯号异常的原因 要等到结束营运之后 才会彻底来检查了